家人们注意看 把小米倒入绞肉机里面搅一搅 出锅瞬间变成了一道非常好吃的地方特色美食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超级的好吃 楼下饭店一份就卖58 咱自己在家做 成本3块钱就可以搞定 下面我就把这个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准备250克的小米 倒入白色的大碗中 加入清水 把小米给它淘洗一遍 洗掉表面的灰尘以及杂质 控水后再次倒入适量的温水 浸泡一个小时 把小米泡软 然后再把小米直接倒入绞肉机中 加入300克的清水 把小米打成米浆 家里有破壁机的话 也可以用破壁机打出来更加的细腻 打好倒入大碗中 加入一包老味发面王 它没有酵母味 吃起来都是老面的味道 发酵速度特别快 平时用来蒸包子 馒头 炸麻花 蒸面包都可以 再加入三克的白糖 用黑色的筷子顺着一个方向 给它搅拌均匀 倒入350克的面粉 继续顺着一个方向 给它搅拌成像饰瓶中这样的粘稠面糊 盖上保鲜膜放到温暖的地方 醒发半个小时 下面准备个小碗 往里面放入18粒红枣 倒入清水 洗掉红枣表面的脏东西 然后把红枣的果肉给它切下来 去掉红枣盒 把果肉切成小丁 装入小碗中备用 半个小时之后 可以看一下面糊发酵的非常好 里面都是大蜂窝 把红枣碎加进来 也可以加上自己喜欢吃的干果 葡萄干 腻豆等等都可以 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 顺便排排气 拿出家里常用的小碗 刷上一层食用油 把搅好的面糊分别倒入小碗中 每个小碗放6-7分满就可以 不要放得太满 给它一个发酵的空间 振动一下 排除里面的空气 然后直接放入蒸锅中 先不要开火 让它二次醒发10分钟 醒发到9分满 看到面糊已经明显膨胀变大了 碗都快发满了 这个时候在上面撒点葡萄干 增加香甜的口感 盖上盖子 水开即时 大火蒸35分钟 亲爱的家人们 视频都看到最后了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 万分感谢 蒸好之后 关火再焖3分钟 然后再打开盖子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防止塌陷回缩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小米发糕就好了 颜色特别的漂亮 闻着就有一股小米的清香 将它取出来 用刮板从边缘处分离 这样更容易脱模 看一下底部一点都不沾 非常的光滑 特别的漂亮 用手捏一捏 非常的蓬松轩 香甜可口 我家三个女儿说比面包还要好吃 粗粮细作 营养丰富 相信没有人不喜欢吃吧 而且食材简单 做法也简单 如果喜欢你就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